二十四文匯報 上海 山寨動畫鎮可救孩子創新 2015年7月10日文化09本部首席記者黃燕國產動畫片又掀起話題了 因主要角色的設置狀臉皮黑絲動畫賽車總動員 國產動畫汽車人總動員被境外媒體質疑 被國內網友量差評 昨天更遭遇影院集體切當 是該片真有抄襲嫌疑 或是所有人不約而同戴上鳥有色眼鏡 或許 網上的一項調查能說明一些問題 在這項題為你怎麼看汽車人總動員涉嫌抄襲的調查中 有超八成網友選擇導演的態度比涉嫌抄襲的本身更讓人氣憤 當輿論拿出汽車人總動員與賽車總動員兩副如出一切的海報對比圖時 該導演說 這說明我們的海報明星臉 希望大家看到兩片劇情的不同之處 我們這部作品就是要教孩子們思考獲創新 是誰歪曲了真正的創新 而我們又該把怎樣的創新意識留給下一代 產業不成熟讓山寨有機可成名名爭有引以為豪的中國學派美術片 到底是從何時起 中國動畫竟然成了山寨品的超級倉庫 大概從上世紀九零年代到本世紀初 中國成為海外動畫片的加工大國 這在鍛鍊了國人動畫技術的同時 也荒廢了動畫人的創造力 浙江大學影視與動漫遊戲研究中心主任盤堅 《山寨風的源頭》大致追溯到二十年前 那時 一邊是大量湧入的海外動畫 一邊則是國產動畫的市場花 兩股潮流果歉,很難有人願意沉下心來 動畫片和普通商業片不同 它更需要有一夥純正的心靈去創作 但在現有的狀態下 似乎很難靜下心來創作一部純正的 真正能打動人的動畫片 在盤見看來 我國動畫產業架構雙尾成形 產業投入產出周期長 因此容之難 資金短缺普遍級國內動畫企業的生存造成了巨大壓力 從壓之下 創作者首要考量的是成本與利益 而非創意與較益 中國動漫產業網則從另一個角度否析了國產動畫山寨氾濫的原因 該網站的公開數據顯示 目前全國各地的動漫扶持政策大致相同 基本案製作動畫的分鐘數對企業進行扶持 比如 原創影視動畫作品在央視播出 每分鐘補貼1,500元 在省級電視台播出 每分鐘補貼750元 原創電影動畫在全國聖院線和央視電影頻道播出 每分鐘補貼3,000元 在地區聖院線播出每分鐘補貼1,500元 南京一家動畫公司的員工徐先生透露 動畫在電視台播出就能獲得扶持資金 一些衝著扶持資金而來的動漫企業 拿著粗製藍造的作品 然後千方百計送到電視台播出 垃圾時段播出沒關係 不收錢也沒關係 因為只要播出 就已未著賺到分鐘數的補貼了 於是抄襲 山寨 隨手套用現成海外動畫的角色 場景等現象司空見慣 徐先生分析 他帶來的最大困擾是 原本準備走精品路線的動畫公司 由於產量較少 生存空間受到擠壓 往往虧損、破產、被兼併 導致一些公司在利益區市下也產生投機心態 形成整個動漫產業的惡性循環 對山寨麻木也是對創新力的扣殺平心而論 在山寨成封的國產動畫界 汽車人總動員的內容未必是最無下限的個案 但這並不代表這種所謂的創新應該被認同 山寨若成通往彼岸的直徑 那創新動力便會無處生長 有專家指出 目前電視上 中藝節目跟風到底 電影中 同類影片層出不同 就連民創產業都常被創意覆竭所累 去年大王鴨巡遊世界時 唯獨在中國被瘋狂複製 就將有的人天真地以為 山寨也是學習 清出於藍而勝於藍 這不過是彎道超車的一種途徑 可一旦習慣於助響其成的等待 也衝於簡單初級的複製 滿足於微不足道的收穫 這種山寨思維只會叫人不願創新 不會創新 久而久之 山寨不過是級飄竊 抄襲披上一件遮羞的馬甲 動畫片的主要秀潮 少年兒童 故其成敗的重要意義 關乎對下一代藝術審美 道德情操乃自文化認同的培養 這種培養潛染默化 深入人心 當孩子們沉浸在動畫片裏 久而久之 他們是在美德 美術的分途中養心 養眼 患是在泛濫的山寨 無罪女麻木不仁 當劇本荒已在今天成為老生上談 不如思考一下 是從何時開始 原創精神被扭曲自私 O Head Oh T 看到 數字 非常 很 好 看 我們